麻辣鲜香 法国每年这个季节跟一月份春节前嘛 中国春节天他们都会炒上了 杀很多的猪猪肉都巨便宜 一块多钱一斤的肉 然后我今天就我想把这些 买了一些猪心猪 猪蚁边还有猪舌头 我就把它卤着吃 做成卤的味 茴香 茴香籽 茴香杆都行 香叶 生姜 大量的所有的料都是大量的 桂皮 大蒜 炒果 沙仁 丁香 大料 八角 花椒 炒果沙仁就待会要把它用刀开碎 拍完了还有味道才能出来 我的秘制老汤 我每次卤完了肉的汤 最后都把它浓缩成一小块 一小瓶或者一小碗 我就把它冻在冰箱里边 下一次卤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 因为在我记得在四川的时候他们有的老店 有的老汤都用了一百年了 每次加薪料加了卤再留出来 这是我的老汤 香料 用袋子给它装上 大蒜 直接一拍就可以了 不用切片 因为煮烂了 姜也一拍就行 不用直接弄得太碎 猪心就是它的血腥味特别大 所以一定要把它冲洗干净 猪心就是一定要把它切开 让它 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 这些瘀血 一定要把它清理出来 瘀血特别的腥 血腥味 一定要把它冲洗干净 把猪心的这种肥的肥油给它切掉 猪舌头猪蚁 还有猪心 洗干净以后都给它泡的有四五个小时了 现在呢 用水捞出来 还在冲洗完了把它捞出来 做卤肉吧 你可以直接把 肉往那个卤汤里边扔 因为今天有这个 猪心 还有猪舌头比较腥 我现在要把它用水焯一些 用凉水 给它煮一下 煮开锅了以后就把它拿出来 煮开了以后已经开始涂这种 脏沫了 把肉捞出来 捞出来的肉 再把它把脏水倒掉以后 把锅洗干净以后 就 把它再放到锅里边 加上热水 这次就开始真正的炖煮了 把所有的香料都放进去 就开始开炖 慢慢让它煮 先不要放盐 也不要放酱油 因为酱油放完了它就会发黑 卤的肉呢 你可以凉拌的吃 也可以就这么白嘴吃 所以最好不要放酱油 放完酱油黑黑的 你再做别的菜就不漂亮了 如果你要做红油 凉拌 猪舌头 就最好不要放盐 盐呢也往后放 因为现在放的话 肉就会发紧了 晚一点再放 水开了以后 就把我这个老汤倒进去 煮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一些盐了 盐根据你的多少来定 又煮了半个小时了 都可以软了 猪尾巴也软了 猪心也软了 可以关火了 关了火就把它盖着盖 闷它一晚上 第二天凉了再捞出来 再切着吃 把卤好的猪心 猪舌头猪尾巴全捞出来 凉凉的猪舌头 切成薄片 摆盘 卤好的猪舌头 你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把它凉拌的吃 切成薄片 快一些卤水 大蒜切成末 花椒面 辣椒油 芹菜粒 如果需要的话 咸蛋不够 还可以再加一些盐 佐料就是这些 蒜末 花椒面 一部分 一部分 倒到调料里面 搅匀 搅匀 喜欢吃味精的鸡粉 你还可以再加盐鸡粉 我不太喜欢没有放 焦好以后 就把它直接浇在 浇在 放入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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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花椒粉 可以在上面再撒一点花椒粉 然后就浇上辣椒油 椒油根据自己的吃辣的程度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 最后再撒上芹菜粒 一道串味的凉拌猪舌头就做成了 一道串味的凉拌猪舌头就做成了 尝一口 嗯 太香了 麻辣鲜香的红油猪舌头 好